我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真人真事 有一部戲 我們找女主角 女主角 我和麥去夜總會見到一個陪酒的小姐 我和麥覺得不錯 讓她試試看 覺得她的戲不錯 好了 我想想怎樣可以捧她 其實我們已經簽了她 叫她去選亞姐 她說亞姐變成熱門 於是有些人爆她 說她以前是做小姐的 有一天她約我出來喝咖啡 你猜她怎樣跟我說 她說阿蕭 那些人多壞 冤枉我 說我以前做小姐 我坐在旺實她 我一夜總會找你出來 這裡只有兩個人 你講甚麼要謊 你真是小姐 這個世界講謊最厲害的境界 就是講謊到自己都相信 我告訴你 好像以前有個性大的律師 戴展華 原來她沒有法律畢業 她是假證書 假證書做了律師 做了律師 她老爸希望她做律師 你做律師就沒有了 還要選立法會議員 結果不是賴她所嫁 你還要這麼高調 你知道嗎 還跟人爭論甚麼呢 這些事情